大家都覺得馮世寬很狂 但就沒有人覺得提問的立委才是腦子有動啊 那男人你看起來有沒有比你當年還要帥 帥啦齁 委員 作為國防部長 討論韓國的藝人帥不帥並不是重點 我擔心的是國防安不安全 我關心的是我們的弟兄能不能得到社會的尊重 國軍形象影片靠的不是帥哥美女 而是邪與淚 你看 我就喜歡你這種部長 你乾脆弄年輕一點 你自己去當男主角就好啦 他是演的軍人我是真的軍人 我受過專業的軍事訓練 開過戰鬥機 擔任司令部情報署長 部參謀總長 演戲是他的專業 作戰是我的專業 如果國家讓一名軍人去演戲 我會說是在侮辱軍人 國家痛失英才 金城武你認不認識 跟金城武比較有沒有比他帥一點 委員藝人帥不帥不是我關心的事情 我不知道您頻頻拿我跟藝人比較是什麼意思 作為一個軍人 只要他是一個軍人 不論他帥不帥 都是我們國家應該要尊重要照顧的人 你一路錯行 我跟你講 如果你當年也去拍這種廣告劇的話 你今天身價不得了 如果我在乎身價 就不會站在這 因為我熱愛中華民國 在台海對峙的當年 明知薪水低作戰機率高 可能隨時上戰場 但我毅然決然 保衛國家 堅守和平 不像現在有些人 明明和平了 卻還挑釁了戰爭 而自己不敢從軍 委員 我希望尊重軍人 能先從政經的質詢開始 您可以修辱我冯士環 但不能修辱 國防部長這個職位 因為修辱了 是所有的國軍弟兄 請問一下 因此您把揭曉 學長財科報導 我也公開 我們現在報導 馬來鬼島 看不下去 腦子有動能力尾 在質詢的 中華人女 請問一下